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练三头 第一个呢,我们就是要选一个好的重量 适合我们的重量 当我们要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你的腹部一定要处理 因为如果你不处理的时候呢 很自然你的上半身会往回弹 首先呢,我们拿这个绳子 这个绳子我们要握最下面的 从这边我们踏一步出去 腹部出力 拉到前面来 这个时候呢,你的手肘要往下跟地一样平衡 第二个呢,让你的肩膀不要太宽 让你的肩膀呢 跟手肘是平行的 所以呢,你的手肘要肩同弯 从这边呢,你吸气 吸气的时候呢 吐气的时候 你的双手要往前面伸 比如这样子 吸 吐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,不要让你的肩膀往上 或者是往下动 所以呢,如果你觉得 你的肩膀如果往上动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重量可能太重了 所以呢,一定要找适合的重量 所以呢,再示范一次 从这边 从这边 一 二 你的手是完全不动的 跟地上一样吃水平 好的时候呢,慢慢的回来 用腹肌 慢慢的把你的肩膀放过去 这样子,你就会有三头了 这样子,你就会有三头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关于健身上面的信息 请到我的Facebook 寻找CWC Change with Chain 身材调售师 或者是Facebook.com 斜线CWCFITNESS 谢谢大家